新年王应该是他第一个拿到的奖杯吧 家里摆满各式奖杯 这些都是亚运围棋金牌 好手许浩宏 从小征战大大小小比赛所累积的 代表台湾参加世界比赛拿奖牌 这是他从小的愿望 所以他一直都很兼职 要往这个方向去走 四岁就开始跟着哥哥学习 展现过人的天赋 在八年级以后申请在家自学 到台北的棋院学习 即便住在新竹竹北 仍然充满毅力跟热忱 每天通车到台北练习 从小看着他长大的祈愿院长跟学务长都说 不论是许浩宏的努力好学态度 又或者下棋时的冷静沉稳 都让他们印象很深刻 他所有一切的危机 大家在玩的时候 他也是自己到旁边自己看起书 他当年第一次要碰到 那个世界冠军叫柯姐 中国大陆柯姐的时候 他也跟我谈谈他赛前的心情 他是说他与学习的那种心态 很小世界排名前三经排站跟队上大陆好手柯姐 许浩宏眼神只有坚定于冷静 就连夺牌后访问依旧如此 也让大陆记者感到惊讶 他从小就很沉稳 输赢他不是那么在意 而在于说这个过程当中 他很刺激 许浩宏掌握下棋稳定的心情和节奏 夺下台湾首面亚运围棋项目金牌 世界排名也从第三属名上升到23名 议员他从小的夺金梦想 TVB新闻综合报道